来到第六场的赛事,三班跑2000米 说真的,这次赛事都挺混乱的 因为没有那么参差,有很多质身马是试集 很难在阵上试集到什么位置或表现 试集好像很小 所以不是滑头,不是扣头盔 这次赛事,好像没有星期三的首串 希望有点灵感交给你们 首串方面,要买君文宽 以往伟达叔叔的私家马 君子系会不会落在潘顿手上呢? 如果潘顿想取军刺系,会不会尽量争取表现呢? 上一次他过档,走得不错 再看2月13号,谷草1600的赛事 再看这一场四孖二总场次 谷草23号,即谷B 刚刚排完谷B 而在他后面这一场白鹿飞翔之后 有个快步速就交出表现 另外,在他旁边的首正勇棋 只有这次也会跑 他排完这一场之后 赚过万步速,跑到第四 也是提升了名次 另外,劍烈峰也是 在尾部,赚过万步速就跟前回断 然后跑到第四 其实就是这只手正勇棋和白鹿飞翔 再出现表现 好了,台湾主角君文寬 到直路,他就被4.8号大喊一喊 在法律店受阻 在法律店受阻,兼赚过万步速 他回来,很狠追 在轻描淡舌之后,拿回第四 末端的姿态,扑上来的势是好 这次他回来田草,长直路 他有一些少许的内选无病 希望潘长跑完一场会知道 而看起来,他在海岸的赛绩 其实他都很掌诚 有一半是上名,甚至是赢马 但是,尤其是强力方面 我觉得一些他都不会担心 去到教育的时间,跑到1900-2000米 我估计,这场的第六场 就未必会很快 不像上次穿全裁 美利经典的那一场 未主要是这么快 所以,排这个君文寬的七档 预期他会守在中踏的位置 潘顿跑到长途 如果他有心跟他跑到的位置 也会走得很精灵 我估计,他未必要留到这么厚 我估计,咬的中置位是有利的 而且,这一次 看看马防出马表 待会先看苏惟然 都预告过 再看看叶仓 进入九冬甲表 即是连马斯出赛表 那些马匹战阵 暴阵表 投场的千里准几小集 神亮金冬都是新聖马 不过刚才说过,再排到1600 又要考验一下 君文寬,心爱,精益求精 甚至以为不说都是有近跡的马 虽然未知全部都选择 但我觉得这只君文寬 麦贵来赢一远未必够 看看潘盾是否大声12分精神 去跟这只马交代 四马将才 看看叶仓记录 有一点白色的红点 就是他在12月的时间 是由前离不良于恒 所以就休息 他季初的时间 在慢步速之后 爆上来和幸障宝 他叶仓第二 亦试过跟快步速之后 在吴嘉障的跨下 跑回第三 虽然那场分落之光 皮卡超 他们也放在前面走 起码这只将才 都在桂楼里有范 而且他今次偷过来 我也觉得是好 近期 的而且体力升降 跑得这么密 都要经常去側重 而将才 他还没有跟这些马困难过 可能他在能力上 是比较高 因为后面那些 甘如意 动力飞鷹 甚至喜欢笑 这几只 我觉得是在这组里 比较下风的马 也是四分上来 不算太多的证明 而龙骨飞扬 美利经典 上一场 我觉得又赚了少少的快步速 所以这个将才 这次用莫艾成 人马 其实你看看三甲 是比较硬的骑士 去抽上来的 刚刚想说 人马合作 是不是好像有些 曾经得过手呢 我记得那只 记错了 应该是 不是这些将才 是事事为王 还是代代为王 都是找莫艾成 用后径硬工 所以这次也要找他 我觉得也有这个 做法之下 所以找莫艾成 其实是将才 第三选 就要了全才 一兵说完 第四选 我就要了勁抽 上一次也在总场次 看回 这次美丽经典 都是同场跑 2月24 449 那一场 全才 他一直跟着第三位 相对是较不足 相对哪一只 跑打比的天池怪俠 后面的龙虎飞扬 和美丽经典 他们厚一搭 相对是较不足 而外面 那只的勁抽 沿途三叠 又抢口又盛 更加 就较不足 走到三叠 所以 全才和这只勁抽 我这次就排序上面 就放在龙虎飞扬 和美丽经典之前 这个全才是 直接偷了 被天池怪俠 就在后面 盖过了 但是 这个全才 不是比你那些龙虎飞扬 和美丽经典 过很多 外面还有动力飞鸡 也是赚 转绑 盖上来 你看到第二 全才 拉屎那部 才被美丽经典过 所以 这一只马 这次排三叠 步操可能没上次 那么快 他和君文宽 可能就跟前那一叠 所以 就要了他 勁抽也是 上一场没有跑过 所以 也要了他 加上勁抽 前一场 在杰祖斌分赢的那一场 是 外面那天的A跑道 外叠有点不利 所以 近两场 是有点藉口 有点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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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2号的君文宽 4号将才 7号全才 和6号码 敬抽 0 0 半个